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Bain Capital决定取消对日本技艺芯片制造商Kaioxia的计划IPO 原因是投资者希望的估值远低于Bain的预期 这让人不禁思考市场的真实情况 接下来香港的立法者们正在讨论减税的可能性 但同时也强调了提升公众健康意识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饮酒方面 虽然减税有助于促进酒类贸易 但如何平衡这一政策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 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最后港交所计划将新上市的结算时间缩短至一天 以提高市场活力 CEO Bonnie Chan表示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改善上市体验 并推动IPO市场的复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贝恩资本在寻求为日本Kai Axia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时原本希望公司估值达到100亿美元 但投资者却要求将这一估值几乎减半 导致贝恩最终放弃了原定于10月的上市计划 Kai Axia曾是东芝的内存芯片制造部门 2018年以2万亿日元约134亿美元的价格被贝恩领导的财团收购 投资者希望Kai Axia的市场价值在8000亿日元左右 而贝恩的目标则是1500亿日元 这一差异使得上市计划受挫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立法会议员呼吁政府在降低酒税的同时 加强负责任饮酒的宣传 认为这是应对潜在社会问题的必要措施 立法会议员何启明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放宽酒税将促进酒类行业的发展 并建议逐步降低酒税以评估其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前卫生官员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放松酒税是对社会的倒退 可能导致年轻人过度消费烈酒 他警告称降低酒价可能会吸引更多年轻人 尝试高酒精饮品增加健康风险 南华早报还报道 香港交易所计划将新上市公司的结算时间 缩短至一天以提升市场活力 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在博客中表示 未来将推出白皮书汇总金融界对结算流程的意见 预计在2025年底前实现T加1结算模式 这一举措是为了增强交易所的竞争力 尤其是在IPO市场复苏的背景下 香港在全球IPO排名中上升至第五位 交易所还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密切合作 探索进一步改善上市体验的措施 展现出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乐观态度 Yahoo US 报道 亚利桑那州彩票在2024年10月13日的抽奖结果揭晓 Pick 3的中奖号码为9-7-1 而Fantasy 5的中奖号码为04、11、19、23、25 亚利桑那州的彩票游戏种类繁多 包括Powerball、Mega Millions、Triple Twist等 吸引了大量希望赢得巨额奖金的玩家 彩票收入用于资助高等教育、健康和人类服务、环境保护及经济发展等领域 中奖者可以通过邮寄或亲自到亚利桑那州彩票办公室对讲 具体对讲程序和地点也一并提供 确保每位中奖者都能顺利领取奖金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股市在假期后重开时出现下跌 恒生指数下滑1.7%至209.38点 科技股指数更是暴跌3.7% 尽管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 未能激发投资者信心 导致市场反应冷淡 但内地的股市表现则相对较好 CSI300指数上涨1% 在新闻发布会上 财政部长蓝福安提到将增加债务 以减轻地方政府风险 并暗示将为经济提供更多财政支持 尽管具体措施上不明确 与此同时 中国的通货膨胀持续放缓 消费者价格指数降至0.4% 生产者价格则已经连续24个月下降 进一步影响市场情绪 南华早报还提到 马来西亚警方正在调查 从与争议组织全球伊赫万服务与商业控股 GISB相关的护理院中救出的儿童 是否接受过激进思想的培训 上个月 警方在一项名为全球行动的行动中 移除625名儿童 涉及对他们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指控 警方目前已拘留58人 包括GISB的首席执行官 并对该组织的资产展开调查 冻结和扣押的资产总值已达1900万林吉特 调查还发现儿童在护理院中 可能接触过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教育内容 警方正在重新评估这一情况 以确保儿童的安全与权益 南华早报报道 在北京四环外的九仙桥 尽管街头宁静 销售办公室却热闹非凡 客户们争相为即将推出的豪华住宅项目 东方庭院下单 该项目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主导 共有380个单位 均价高达每平方米12万5千元 几乎是该市平均价格的三倍 随着北京在9月推出刺激政策 购房者信心恢复 已有超过400组客户报名 部分客户甚至支付了高达20万元的定金 政策放宽的同时 其他一线城市如上海 广州和深圳也相继减轻了购房限制 促使新房交易量激增 尽管市场热度上升 专家们对这一增长的持久性表示怀疑 认为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 且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房地产繁荣已然结束 未来可能会在较低水平上实现稳定 尽管如此 销售代表周易依然忙碌 日均接待近15组客户 反映出市场的短期活跃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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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订阅各种简 treli 仔细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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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